嗯 哎呀 啊 昨晚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你们身体有什么意义要自己清楚吗 那我们的衣服呢 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去着脱了的 你胡说 好了 消消气 万幸虚惊一场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得赶快走了 晚了就来不及了 对 不能耽误这事 你叫什么 曹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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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住您了 今晚的事儿 你最好烂在肚子里 不然的话我让你好看 守着一晚上两个美女什么都没发生 还太可惜了 哎呦 哎 美女 美女 少爷 哎呀 少爷 哎呀 少爷 您就跟我回去吧 叶家仙仙不再毕临旅行婚约 行岁出婚约再说 哎 少爷 什么时候废出婚约什么时候回去 别再跟着我了 我现在要去工地上工吧 你 哎呀 嗯 害什么呢 嘘 老王和他的小妻人在里面干起来了 嘘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 嘘 哇 哇 嘘 哎 好啊 小子少拼准 今天苏总结婚 工地破裂让你们带行休息一天 实在没人事干 又去逛一安柳巷子 少在这里打扰老子好事 亲爱的 别跟他们废话了 快来啊 快点 好嘞小宝贝 我这就来啊 哎 哎 哎 我说其实咱没人干活的 原来是苏总结婚啊 对啊 咱苏总可是我的梦中女神 想一想她结婚 我还有点难受 她真有你说的那么漂亮 哎 那当然了 苏青城那可是云城第一美女总裁 哎呀 就这么说啊 只要是个男的 竟然她就没有不心动呢 哎呀 想一想咱们苏总穿上婚纱的样子 一定就是美如天仙呢 只可惜咱是没有机会参加她的婚宴了 谁说的 走 哥带你吃喜去 啊 哎 你们登记了吗 登记什么呀 分的钱 啊啊啊啊 不好意思啊 曹毅李换总共一千 这么少 千里送额毛 李清情义重 难不成只是苏总 靠着分子钱发财吗 杨秘书 怎么了 你看啊 这是假钱 这有两个混进去吃白食的 我知道了 苏总 有人混进压会厅想吃白食 卿 卿尘 卿尘 今天可是你的大喜之日 干嘛愁眉苦脸的 奶奶为了家族利益逼我嫁给徐峰 我感觉像个提线木偶一样 任人白白 谁让咱们是女人呢 生在侯门身不由己 不过好在徐峰还是真心对你的 嗯 苏总 有人混进压会厅想吃白食 单纯吃白食也就算了 就怕令人算了 你去处理一下 不要打扰宾客 好 不要 我去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在这吃白食 一哥 让你破费了啊 等我工资下来 到时候我就把那五百块钱还你 文华 那是假红包 啊 对啊 就就就 啊假的 是啊 那花钱吃顿饭 能想吗 那那就 那被人发现怎么办 发现不了 发现不了 陪小姐就是他们 他怎么在这儿 竟然是他 哎那个 嗯 我上个厕所 哎 哎 哎 那小子在这儿快撤 好 啊 啊 你 哎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先见后杀 要么先杀后劲 选哪个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先见后杀 要么先杀后劲 选哪个 当然 你一个选择从来没见过 乖乖的不出声 嗯 嗯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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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终于把苏卿城取到手了 苏氏集团 即将成为徐家的囊中之物 这都是你的功劳 放心吧 事成之后 少不了你的好处 这个是你说的 婚礼马上开始了 咱们得赶紧下楼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干嘛呀 培育 徐峰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现在就去找京城 揭发你的真面目 阿邦 把他们绑起来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 他要揭发你 你绑他就行了 帮我干嘛呀 你是谁啊 说实话 我就是个路过的 不过你放心啊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把我灯白吃啊 阿邦 动手 有本事你就怪我一辈子 不用 都跟京城生命煮成熟饭 自然会放了你 到时候 随便你去说 我无所谓啊 陪家已经没了 不如把他 这么好的条件 杀得挺可惜 先关着吧 等我有时间了 我再给你拍几张 大尺度的照片 然后最好好的挑战 留这刀女符 我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让你得逞的 哎呦 那可就由不得你了 老邦 我说 好 这难得怎么解决 把这小子给我带走 哎哎哎 你们要带我去哪 带你去这阎王 就因为这点事 就要灭我口啊 你刚才看了 我该看的东西 你就自是倒霉吧 哎 我来不想把事情闹大 既然徐峰如此歹不 那就别怪我客气了 你怎么解开的 就这么解开的 啊 你 绳子质量不好 一无批发的吧 别以为你 不会两断三脚帽的功夫 我就怕了你 那你说 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什么事 人外有人 你算 天外 天 混蛋 你这么厉害 你刚才干嘛 一直不反抗啊 害得我被绑起来啊 你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我解开啊 你干嘛 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态度 我又不是你下手 少命令我 你 嗯 行 刚才是我错了 对不起 行了吧 叫爸爸 你说什么啊 叫哥哥也行 嘿 做梦 告辞 哎 你 嗯 嗯 哥哥 哎 乖 等等 把你手机给我 手机里有徐峰出轨的证据 我要用它去阻止婚礼 徐峰都把屁股坐我脸上了 这笔上 我可以跟它好好算算 嗯 娜娜 刚才没看见你 你干什么去了 妈 我刚才有点不舒服啊 不要紧吧 没事 青城最近忙婚礼的事情 公司的事情 都是你打理 辛苦你了 作为苏家的儿媳妇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啊 啊 电梯怎么坏了 婚礼马上开始了 来不及了 手机也不打 小玉座位半年去哪儿了 哎 哎 我崴脚了 喂你 这么多层呢 你行吗 别废话 快点啊 哎 你摸哪儿呢 呃呃呃 不好意思啊 师叔啊 坐牢 苏总该入场了 迟到了 尊敬的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来参加 徐先生 苏女士的结婚庆典 请新娘登场 哇 清澄 你今天这么漂亮 谢谢 清澄女士 你是否愿意 嫁给身边这位 英俊 潇洒的男士 作为她的妻子 我愿 我愿 我反对 我反对 阿宝这个废物 啊 小玉 脚怎么了 清澄 你可千万不能嫁给这个徐峰 为什么 他 哎 真的 我亲眼所见 你疯了吗 风儿 疯不疼啊 清澄 干什么 别胡闹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你看这么多人看着呢 有什么事 婚礼以后再说 你问问他他做了什么 天忆 啊 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吧 怎么了 清澄要嫁给徐家 他这辈子就完了 你看 你算什么东西 在这里执手画脚的 你再胡说八道 我让报案把你轰出去 小玉 没事吧 我本来是想给徐家留点脸面的 现在看来大可不必 你过来 哦 哦 来 来 这个手机里 有你儿子出轨的全部证据 你 正好现在是婚礼 要不 让大伙都乐呵乐呵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紫阳 就算是真的 你想回婚 没错 清澄 别忘了 苏家现在还需要我的帮助 清澄 别胡闹 奶奶 可不能由这清澄胡闹啊 现在您救得了苏家 只有徐家 来人哪 把这两个捣乱的东西给我带出去 我看谁敢 把这两个捣乱的东西给我带出去 我看谁敢 放肆 你敢违抗我的命令 奶奶 今天就是天塌下来 你也要给我嫁给徐家 天塌不塌我不知道 但今天徐家一定会塌 闭上你个乌鸦嘴 你是谁 这儿轮到你说话吗 有心里在这耍微服 还不如问你那儿好儿媳 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老苏家的事情啊 你什么意思 苏清澄 我就问问 今天这婚 你到底结还是不结 别忘了 苏家欠银行的十个亿 还要徐家帮你款 你做了这么不要脸的事 还想让我嫁给你 别做梦了 那你们苏家 就等着破产吧 你这个不孝女 苏家全靠你了 这可是你爷爷耗尽毕生心绪 大拼起来的家业 难道说 你就不管吗 未来城的项目 当初可是你们全家一致同意的 现在出事了 却要尽城一个人承担 你们还要毁了他一辈子的幸福 你们太自私了 闭嘴 我还以为多少钱呢 我替他还了 那够了没有 还想让大家开销会开多久 你别开这种玩笑 那可是十个亿 你这一辈子不吃不喝 你也得攒 你也得攒一百年 别大言不谈了 你连一万块钱都没有 苏青城 你赶紧的 把这两个闹出的家伙给我赶出去 乖乖地嫁给我们家小峰 以前的事儿啊 我就既往不救了 否则 我让你们苏家 在云城永远地消失 你想咱们全家流落街头吗 苏家 苏家是你爷爷和你爸的心血 可不能败在你手里 你要让我以后怎么跟他们交代呀 妈 好 我知道了 培育 你先跟他走吧 也许这就是我的命 嫁给谁都一样 我都说了 可以替你偿还 没必要再委屈自己了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小玉脚受伤了 麻烦你送他去医院 谢谢 我如果真的做到了 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 我要你做我的女人 痴心妄想 我的孙女 只能嫁给徐少将的青年才俊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连给青城提鞋都不配 青城 甭理他 他就是个精神病 我答应你 青城 你 好 一言为定 我在云城大酒店 马上过来一趟 你给谁打电话 楚兰 麒麟山会会长楚兰 没错 那可是鼎鼎有名的女财神 你能请到她 少在这吹牛吧 楚 会长 那是谁都能请的吗 我们徐家 请她 还得预约呢 你今天一个电话 要是把她请来 把我的头揪下来 让你当球体 知道了 曹毅 你的同伴都已经招了 你不过是未来新城的一个民工 好债来蹭吃蹭喝来 可别装了 原来是个臭民工啊 我跟你说话都觉得恶心 荒唐 一个农民工 耽误了我们那么长时间 岂有此理 你真的是农民工 你那个叫李欢的同伴 可在我手里 我不想她有事的话 立刻跪下道歉 放肆 丑会长 您大驾光临 我们徐家是旁壁升辉啊 麻烦让一下 再说一遍 丑会长 我错了 臭弟弟 你自己说 你有多久没有来找姐姐了 这不找你了吗 你今天不会是来抢婚的吧 没错啊 真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快跟我说说 那这件事 要从徐少要杀我开始说起 你说什么 误会啊 初会长 都是误会啊 我不知道曹先生他是您的人 是 是 是 驳回徐家的入会申请 从现在起 封杀徐家 胆敢扬奉阴违者同罪论处 初会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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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法外开恩呢 是我们徐家错了 你高抬贵手 你高抬贵手 还不贵家 曹先生 曹先生 是我永远无助 您不是看上了苏星成吗 我亲手把他送到您的床上 这次您就饶了我们吧 我看上的女人 又能让你送 不 曹先生 此事是徐峰 一人所为 我现在就去 把他逐出徐家 请你原谅 我并且 替苏小姐 偿还那失忆的赔偿 请出回厂宁 大人有大量 你放过我们徐家一把吧 爸 我可是你亲儿子 从此以后 我徐家没你这个儿子 你这个儿子 世人命如草剑 还不知道 干了多少伤天害理事 你敢说你一概不知 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徐家最应得 乖孙女 你认识曹少 怎么不早说呀 奶奶逼你嫁给徐峰 也是为了咱们苏家 你可千万别生奶奶的气啊 你是长辈 怎么敢呢 奶奶老了 从现在开始 家里的大权 就交给你了 以后你就做这个家里的主人吧 清城 奶奶把家主让给你做 这是对你的信任 再说呢 咱们家 也只能是你才做这个家主 李娜你可知罪 清城 清城我对不起你 可这些都是徐峰逼我干的呀 我要是不干 他就把我照片发到网上去 让整个云城都消化我 你放屁 明明是你先故于我的 当初你说苏晨常年卧病在床 尽不了丈夫的责任 未来成了献金 也是你故意隐瞒不报的 这次让苏氏集团上当的 那献金也是你们徐家挖的 故意引诱清城上当 银行催账的事 也是你们家搞的鬼 你不仅想得到清城 你还想吞并整个苏家 够了 池琳娜 我苏家带你不保吧 我哥把所有的股份 都转染到你的名下了 你却勾结外人来陷害我苏家 看在你曾经是我嫂子的份上 你惊人出户吧 哪能这么便宜她 再不再 早就进竹笼了 再给她留一份面子 哼 楚会长 你何苦 对我们徐家赶尽杀绝呢 跟你儿子相比 我已经够仁慈 最起码 我没有要你们的命 楚会长啊 我愿意把我们徐家财产的 一半献给你 就就你把二开门的 就你们徐家这点财产 我还从来都没有放在眼里过 做错了是教授惩罚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能用钱来解决 叫法律干什么 可是这么多年 我们徐家阻定太多 一旦我们破产 我们就完了 多行不义必自闭 这是你们徐家的报应 行了 别跟他们废话了 走 跟我回家 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啊 我的病又复发了 你再给我打一尺 行行行行 蓝姐 打针的事先不急 能不能先借点钱花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你家富可敌国 你还用招我借钱 我逃婚出来的 老头子把我养股卡都冻结了 海外的钱一时半会儿也弄不回来 我现在着急用钱 你怎么能欠死不救啊 借 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呢 说吧 借多少 十个亿 这么多 你要用来干什么 你要用来干什么 你就为了泡妞 还真舍得下本啊 楚会长 您别误会 之前苏家借款还没有到期 银行就开始催债 这个钱算我借他的 等资金回笼后 我立刻还给他 痛快点 不信不打赞 我借还不行吗 哪家银行 我直接替你转过去 文万丰银行 那不你家开的吗 这行行长叫什么 魏明 好 我会处理这件事的 贷款按合同正常还就行 谢谢楚会长 不用着急谢我 说不定啊 以后咱们还得姐妹相撑呢 什么 好 我马上滚 我爷爷意外昏明了 我得赶紧回去一趟 有需要办法的话 之声啊 好 曹毅 你跟主会长是什么关系啊 很明显的姐弟关系啊 很明显的姐弟关系啊 亲 喂 你小子到底搞什么鬼啊 不是就他那性格 真做你儿媳妇 那曹家就翻了天了 天下女人那么多 我这给你找更好的 不就完了吗 反正你们现在一下子 他三口过得齐了融融的 我就是个多余的 要不你帮我出手下门嘛 你还有脸来 我也是楚家人 我为什么不能来 爷爷会迷后 你联合长老们撤了我的职位 你现在不去走马上任 你来这儿是来嘲笑我的吗 我没那些功夫 你赶快把保险柜的钥匙交出来 什么钥匙 你少装算 商会的机密资料 还有工章 都被你锁在保险柜里了 赶快交出 不然我把你卖到窑子里 成长仙人轮的姿味 无耻 你最好不要调整我的底线 住手 曹毅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楚来养的小白脸 他现在已经被撤职了 你 还是去谋求下去了 你怎么来了 我不放心你啊 我还以为你有了新人 就忘了救人 没想到你还挺有良心 我是那种人吧 你俩他妈拿我当空气啊 赶快把钥匙交出来 不然送你们这的狗男女 一块下地狱 什么钥匙 爷爷昏迷后 楚天阴谋夺权 联合长老们 撤免了我的职位 但是 我把商会的机密文件 都锁在了一个保险柜里 没有了那些东西 他这个会长 就是个百姓 这样 那你跪下来就要生爸爸 我可以替你劝劝他 你想死啊 你一滴贱的鸭子 你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给我等着 楚天阳子必报 他不会想把钥匙的 你不应该躺这趟浑水 我的女人被人欺负了 我如果做事不管的话 还算在哪里 我现在 就想回家打针了 这么着急啊 你呀就是姐姐的毒药 看到你 我就走不动路了 这么夸张啊 那等晚上呢 我就洗白白等我 哦 对了 老姨的情况怎么样 性命无忧 但是醒来的几率 微乎其微了 青鸾 让华神医来一趟云城 国主的贴身御医 华青云 传闻华神医 只给国主和贵族治兵 就连你爸 恐怕都请不动吧 你能请得动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我肯定比我爸厉害啊 曹毅 曹毅 苏总 苏不是集团财大气粗 不会连农民宫的工钱 都要扣吧 怎么回事 苏总您认识这小子 他是我男朋友 什么 这 这都是误会 我跟曹毅是开玩笑而已 你被解雇了 苏总 我错了 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是苏氏集团老员工 你应该不会不了解我的性格 不要让我说第二次 回头跟项目经理说一声 以后这个项目你来做 好 谢谢嫂子 那我保证不会辜负你的期待的 你还挺会来事的 还满意吗 还行吧 走吧 今天邀你更进晚餐 不知道可否赏脸啊 家人有约 岂敢不从啊 现在我们徐家像温神 所有人都避而远之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麒麟商会 封杀我们徐家 我有什么办法 哎呀 爸 妈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楚兰被撤职了 现在麒麟商会的会长是楚天 咱们徐家终于有救了 哎呀 穿得这么隆重 不用这么客气 你是我的大恩人 值得我这样 只是恩人 那 你想是什么呢 为什么不能是你男人呢 我无所谓啊 楚会长同意就行 他巴不得我多饶紧呢 为什么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嗯 哎 把嘴给我擦了 嗯 不用 那用什么呀 当然 是用你的樱桃小嘴 哎 坏死了 哈哈 哎 还是楚少会玩 小弟配方 许少 爷爷想试试吗 今天晚上的任务 是配好楚少 嗯 去吧 嗯 十佳的风沙令已经解除了 哎 徐少你可以高枕不忧了 哎 谢谢楚少 我干了 您随意 哎 楚少 你慢慢玩 我就不打扰了 哎 走了 哎 行程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没兴趣 哎 我告诉你 楚兰被撤职了 学家的风沙令也被解除了 不过你们苏家的破产危机 依然存在 这不可能 你上网查查你就知道了 哎 苏警长 既然已经撕破了脸皮 别过我没有警告你 你最好乖乖做我的女人 等你们苏家破产的时候 我还可以奢留你们一架子 不然 我会上你爸 你妈 还有你哥 你们一架子全部流落街头 你走吗 过了这么久 怎么还没回来 我会出什么事了吧 给你机会 你不知道真心 那就别怪我无念旧情 你 清澄 今天 终究是我们的 这种方法主义 我给你打上一阵 保证你会有一个 美妙而难莫的夜晚 醒了 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怎么浑身无力 你别着急 等会儿你会觉得有蚂蚁在怕 确实会越来越胜 十分渴望一个男人把你降火 卑鄙无耻 你就尽情骂吧 等会有你出我的时候 清澄 这净苦的药就是厉害 清澄 清澄 别碰 我是帮你 雪峰 曹毅你 清澄 没事吧 曹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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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你小子换我好帅 啊 啊 啊 哎清澄房间在哪 在这里面他怎么了 哎 曹毅 哎 我这是我这是为了救你啊 哎 你干嘛啊 起开 我这是为了救他 我看你就是想趁机欺负他 清澄 你没事吧 哎 哎哎 哎 清澄你怎么了 哎呀 清澄你怎么了 曹毅救我 你不是说我趁人之温欺负他吗 哎呀我做了 你快把他弄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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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找点时间啊 哎 哎 哎 我靠 其实我 啊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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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这都一个钟头了 怎么还没完事啊 烦死了 哇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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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蛋曹毅 让你偷看我上厕所 我拍死你啊 拍死你 明明是你偷看我洗澡 我怎么还逗他一排 这 这 流氓变态 不要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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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该做都做了啊 还害羞啊 昨天只是个意外 哎呀 先上车后补票 这样有利我们感情升温啊 你不觉得经历了昨晚 我们的关系更进了一步吗 说实话 我还是感觉 太快了 我对你只有感恩 毕竟我们刚认识 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等时机成熟 我就娶你过门 那楚会长呢 我身份特殊 娶多少个都不犯法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以后你就知道了 但你只需要记住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男人 会照顾你一辈子的 明白吗 你可以得到我的人 但你得不到我的心 看你以后表现了 我答应做你的女人 但是 我不会爱上你 好了你出去吧 我要换衣服了 怕什么 又不是没见过 出去 又 新娘子来了 吃你的饭 曹毅 你别太过分 大早上的这是怎么了 昨晚上 闭嘴 你不吃饭 我一会儿吃 你要是敢说出去 就完了 昨晚是身体偷看 才不是这样呢 喂 妈 怎么了 京城 你哥被抓走了 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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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晨 让我放了你 可以 哎呀 哎呀 这酒 到了怪可惜的 爬过来 用嘴接住 你 师尚 您这是在奖励他呢 还是在惩罚他呀 你说呢 啊 徐伯 要不然你就杀了我 否则我 让你后悔一辈子 小子 你想死 我就成全你 合手 住手 哎哟 曹毅 哥 先生你快走 你上当了 我 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 昨晚没来得及收拾你 既然你作死 看来是时候让你长点教育 你最大的靠山 我就是楚兰那个贱人 没了麒麟商会 他屁都不是 小子 我告诉你 今天这局 就是为你准备的 那还真是荣幸之志 有什么招亮出来吧 哈哈哈哈 这可是你自承的 这可是你自承的 有钱楚少 是 是你 小子 我知道你怎么打 我们这两位 可是高手 你还带了两个脱油瓶 识趣的话 你扶个人 兴许我们还可以 对你从轻烦 楚少 这小子 这是毛克里的石头 又丑又硬 你别跟他废话 揍他就完事了 明完不如 是 等一下 怎么了 怕了 把你给我扶起来 哥 出 出啥吧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你惹不起的人 曹毅 我得告你 他可是行人消购会长 你无所谓 你也要为苏家 考虑考虑吧 你昨晚那药还有吗 没了 回去复死 别别别 有 还有 还有 就这了 这了 你干什么 你 你要干什么 你给我打了什么证 开心的人 你 来 主张 谁来了 快走快走 被大挪喂了 好恶心啊 恶心了 看 快走了 走走走 我背 卿尘有你照顾 我也可以放心了 苏家能够度过此番危机 多亏你出手想着 我这辈子 彻底算是个废人了 等有来生 我再报你个大恩大德 都是一家人 不用说两家话 苏家给我养育了 这么好的媳妇 我要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呢 卿尘 麒麟上会换了主事人 徐家黯然无恙 这可如何是好啊 放心 你们就瞧好戏吧 现在你们又把 楚家的少爷得罪了 雪上加霜 咱们苏家以后就完了 草义 货都是你惹出来的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要把你送给楚天 什么 别闹 听说楚天这个人啊 好似成性 我们使出这招美人计 应该能够外平他 草义 你混蛋 好了 他开玩笑的 你还当真了 放心 你们就瞧好戏吧 华人议 救命之恩 无以毁谤 这卡里有一千万 是我的心意 还望沈亿收下 哎 少主有命 老夫自当尽力而行 楚先生 太客气了 少主 会长 背叛您的四名长老 已经主动提出了离职申请 楚天已经被老爷子 罢免了一切职务 针对徐家的封杀令 已经重新发出 徐立国已经开始变卖家产 准备逃离凌晨 好 明日我要举办麒麟宴 你下去准备一下 是 蓝姐 我来请罪 曹先生好 哎 停停 几天不见 长这么大了 送你的去吧 谢谢曹先生 哎 年轻人真好啊 你说什么啊 哎呦 想我老了是不是啊 不是不是 拦截风华正暴 怎么会老呢 华沈医说 是奉了少主之命 你除了曹家大少之外的身份 还有别的身份吗 你听不听说过野龙殿 大夏最神秘的暗杀组织 常年折服海外 主要负责行刺正要首脑 嗯 被西方列为 偶号的恐怖组织 近几年 花费了数百亿 都没能成功剿灭 难道 你是野龙殿的少主 不错 天哪 怪不得你能请动化神医呢 就连国主见到你 也得客客气气的吧 真没想到 我找了一个这么厉害的男人呢 嗯嗯 这时候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 你可千万要保密 放心吧 我的嘴巴最严了 这倒是 我体验过 别闹 哎 对了 那你这次来云城 是有什么任务吗 逃婚 那叶家千金就这么丑吗 能让你这么害怕 虽说曹爷两家门当互盾 但是 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 我那个继母啊 是叶浅楼的亲姑姑 而我的重心又不在曹家 等将来我老爹退休之后 只怕曹家 会变成第二个叶家了 那曹家主不清楚吗 被枕边风给吹傻了呗 他把我将来不孝顺那个寂寞 特意找了一个关系近的儿媳妇 要不说四令至婚呢 那毕竟也是曹家的家业呀 不能这么白白便宜了业家呀 我在等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一个母女俩对我出手机会 这是什么 麒麟宴的邀请函 哎呦 还真是啊 楚天被曹义给收拾了 他应该怀恨在心才对呀 他怎么能还给我们送邀请函 清城 到底怎么回事 曹义请来了化身衣 治好了楚老爷子的病 楚天也已经被罢免了一切职务 楚兰也恢复了原位 而且徐家的封杀令 已经开始生效 听说徐立国已经开始变现 逃离云城 哎呀真的 那可太好了 天佑苏家呀 曹义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能把皇室御医请到家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是妈说你呀 你可得小心了 可别让那些狐狸精 把曹义拐跑了 她呀可不简单 咱们苏家未来 可都全靠她了呀 妈 你能不能别这么失利呀 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 妈都是为你好 除非你跟曹义领证结婚 趁着你受宠 某种个好处 女人的青春本来就很短 别到老了 被人一脚踢开了 到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了 清晨 你妈说的有道理 咱不能像个傻子一样跟着她 好了 我公司还有事 先去忙了 哎 你们还没睡呢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肯定是跟哪个女人鬼混去了呗 还又说 关你什么事啊 你看你看 被我说中了吧 但恼羞成怒 清晨 你可不要被这样的人给骗了 曹义 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 你真的打算娶我 当然了 难道你想无名无分地跟着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可 我是后来的呀 苏家小门小户 跟蠢卫长根本没发比 我怕你父母不同意 你想多了 我的婚事我做主 谁也干涉不了 可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我什么 也许等哪天腻了 就把我甩了 我对天发誓 如果我对你始乱终气的话 就让我不得好 不用发誓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 可能 刚发生过关系 有点患得患失吧 放心 我现在就是你的 不用 今天晚上 你去书房睡 为什么 我累了 我保证不动 我不信 清晨 清晨 走吧 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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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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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干不对啊 啊 怎么了 曹姨她占我便宜 不是 不是 你 你大大大大半夜不回自己房间睡 你跑这儿来干嘛 你 是我让小玉来的 啊 睡什么好 不是 老婆 我我以为是你 所以我在这 你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你半夜偷偷进我房间 你还有理了 你说怎么办吧 什么怎么办 我摸你一下又不是掉块肉 思想别那么封建 再说 你偷看我洗澡的事我都没说什么 什么 混蛋 你不是说不说吗 老婆兄妹 有矛盾 出去解决 我明天还要参加麒麟宴 别影响我事情 不是 跟我走 不是 老婆 老婆 不是 你 屁股被你摸了 胸眼被你摸了 便宜都让你占了 说 你以后还让我怎么嫁人 你别坐我床 那么小气 哎 这件事如果没有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就跟你没完 来 你过来 我不过去 你要干嘛 锁门 省得你乱跑 你想干什么 你不是要一个满意的答复吗 草义 我警告你 你不许胡来 你放开我 闭嘴 再喊我就扒你的衣服 我问你 青绳是不是你最好的闺蜜 你是不是想永远跟她在一起 你想说什么 做我的女人 你们就可以一辈子在一起了 你做梦 反正我们三个已经同床共枕过了 下次在一起睡觉 也不会觉得尴尬 怎么样 考虑一下 考虑个头啊 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 你就承认吧 只是我脸皮薄而已 你胡说 我胡说 如果换作别的男人的话 你会是现在这个反应吗 青绳会同意的 不可能 你看 你最担心的是她 而不是拒绝我 我才没有 没有 身体是不会撒谎的 你就别闯了 我身份特殊 注定齐切成全 就算我不主动 老爷子也一定会给我安排的 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自己追求喜欢的女人呢 你说对吧 那你是什么身份 只有我的女人 才能知道我的身份 你放开 你再这样对我不尊重 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我困了 你走吧 那我就当你答应了 你让我考虑考虑 考虑多久 你要是再不走 我就不考虑了 好好好 好好考虑考虑清楚 你怎么突然想起举办宴会了 当然是为了你啊 为了我 我决定邀请苏氏集团入会了 可以啊 越来越有大姐的姿态了 你又取笑我 你的正事啊 只有倾城才合适 他比我年轻 比我漂亮 更重要的是 他能给你生一个孩子 你的病是天生的 不是你的错 行了 我没有那么脆弱 你和卿城加把劲 多生几个 给我过几个步就行了 少爷 你先 少爷 有个不幸的消息 说 因为你执意不肯回去 与叶小姐成亲 老爷一怒之下 下令将你逐出了曹家 就这样 少爷 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啊 一个曹家继承人的身份 我还真没放在眼里 少爷能想开就好 老爷说的都是气话 也许过段时间 就会改变主意了 另外 叶小姐已经抵达了云城 少爷也请多加小心 说我来的 应该是的 我知道了 少爷 好自为之 老奴告退 嗯 我坚持聚婚 你们母女终于出场了呀 楚会长 清澄 又见面了 我发现你气色好多了吗 也好呢是 还要多谢楚会长 见外了 我没比你大几岁 以后就叫我蓝姐 不用那么客气 好 蓝姐 哦对了 我最近发现你们苏氏集团 近两年发展迅速 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麒麟商会 苏氏集团可以入会 当然 楚会长能看得上苏氏集团 是我们的人性啊 是啊 求之不得呀 好 我让秘书准备一下 等宴会结束 我们就把入会协议签了 谢谢蓝姐 以后我们可要多走动啊 那你们先聊 我先去忙了 想不到来参加宴会 还能成为麒麟商会的正式成员 这运气来了 挡都挡不住啊 铁阿姨 这都是曹毅的功劳 那楚兰啊 又是为了讨好他 曹毅 他来了你直接问他就好了 曹毅 刚才蓝姐说 让苏氏集团入会 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啊 谢谢你 谢我干嘛 他只是巴结你而已 巴结我 你弄反了吧 你可是郑公娘娘 他不巴结你 巴结谁啊 没个正习 挺热闹的 我们这里不欢迎你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不想楚家万劫不复的话 你们给我老实点 你什么意思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曹少 你还想隐瞒身份到什么时候 曹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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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屁就放 曹毅 恐怕你还不知道 你已经被曹家逐出家门了 失去了曹家的庇护 你来个屁都是 你胡说 没错 我是被逐出了家族 怎么 你又觉得你行了 好了报仇了 左肉之仇不共戴天 我这你还能打 不过今天我不打算给你来印的 我专挑你的脸 比如 苏家 再比如 起了一个商会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那你试试看 原来曹毅是帝都曹家的大少爷 因为坚持聚婚得罪了叶家 所以 他被曹家主赶出了家门 他怎么这么傻啊 怎么会这样 我们苏家好不容易有崛起的苗头 这老天爷难道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我还以为曹毅能帮我们一飞冲天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堕入尘埃 得罪了叶家 恐怕我们也要跟着遭殃 秦成 现在跟曹毅划情界限还不晚 你要三思啊 忘恩负义的事 我做不到 就是 老太郡 你孤河差桥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这该不会 就是你说的机会吧 那就看他们有没有下一步动手了 那还真是令人期待呀 故入玄虚 才艺 实不相瞒 我已经投靠了叶家 你私自逃婚的事情 让他在众人面前成了笑话 他现在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刀 接下来 要对付的就是 麒麟商会 我要让你知道 得罪了叶家 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各位 今日 帝都叶家 将对麒麟商会 展开全面封杀 凡事与之 有业务来往的 尽快终止合作 你们还有半个小时 中午十二点后 封杀令将正式生效 除烧 无凭无据 你让我们如何信 就是啊 进行中的合作项目 哪能说停就停啊 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 这是何物 这是 叶建令牌 建令牌者 如见叶家主 楚会长 我家里有事 不好意思先走了 我老婆难产 我得赶紧去一趟医院 告诉 卿城 咱们走吧 要走你们走 我要跟曹毅共进退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 你想报恩 至少要保全我们苏家 要等叶家怒火平息 你想办法再帮曹毅 如果我们苏家没了 你拿什么报恩呢 你们怎么就确定 曹毅一定会说 这不明摆的事吗 妈 要走你就走 如果你觉得我连累了苏家 你可以现在就把我逐出家门 哎呀 你气死我算了 唐义 众叛亲离的滋味如何呀 不想苏家破产的话 就乖乖让苏七成做我的女人 把我自复好了 不仅不会为难苏家 还会让苏家成为云城的顶级家族 这自华当真 你做梦 楚天 你找死 我吃一样加令盘 你动我一下试试啊 去 楚少 试试就是试 曹毅 我告诉你 苏家完蛋了 我现在就下令查封苏家 楚少 这都是曹毅自作主张 跟我们苏家可没有一点关系啊 晚了 卿城 你还愣着干嘛 赶紧去给楚少求就请 苏家绝对不能毁在我们手里 你们够了 想让我彻底在曹毅面前抬不起头吗 你们一口一个苏家 不过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今天我就辞去总裁的位子 以后苏家与我无关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别人不说 我自己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放心 叶剑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 是吗 叶小姐 叶小姐 曹毅 你就是为了他而选择逃婚的吗 这是我们两家族的事 跟他无关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跟我回帝都成婚 以前的事 我就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你若执意要嫁给我的话呢 你也看到了 只能排第四了 你如果同意的话 那我就考虑一下 放肆 曹毅 只有曹毅两家才是门当户队 他们 算什么东西 我已经被逐出家族了 高攀不起 你 苏小姐 你喜欢曹毅吗 那你就应该让他跟曹伯伯低头认错 乖乖做他的曹家大少 而不是为了一己私欲 就挑起曹毅两家人的怒火 为了你 也为了你的家族 该放手就放手 你和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圈子的人 叶浅饶你别胡说八道 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 你死一条心吧 感觉叶浅浅不静 你找死啊 这儿没你什么事 滚 好叶浅姐 走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 我今晚就留在云城 明天中午之前 你若还是执迷不悟 就别怪我没提醒过 清城 叶大小姐说的对 叶家这么大的家族 我们是惹不起的 即使你跟曹毅结了婚 可面临两大家族的打压 咱们苏家可就完蛋了呀 清城 贫贱夫妻百事爱 婚姻的基础是物质金钱 听奶奶一句劝 放手吧 照你们这么说 没有钱的人还不能结婚了 我看大多数人过得很幸福呀 清城 我支持你 清城 你觉得麒麟商会 与苏家相比如何 当然不如姐姐的万分之一 那叶家下达封杀令 我却没有丝毫地担忧 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对呀 你应该比我们着急才对 是不是你们楚家 还有什么杀手点没有拿出来啊 没错 我最大的底牌 就是她 她 她已经不是曹家的人了 她能有什么办法 那就拭目以待好了 蓝姐说得对 区区业家 我还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清城 你就老老实实地把心放在肚子里 只要有我在 麒麟商会不会到 苏家更不会到 我相信你 参见手 华星财团负责人 先牵引自己 已抵达云城 接下来的计划 请邵总员示 先拿五百亿 注资苏氏集团 我要让全云城都知道 叶强 算了屁 是 叶小姐 不好了 华星财团突然决定要投资苏氏集团 一下子就砸了五百个亿 现在苏氏的股票已经涨停了 华星财团 是啊 麒麟商会成功将苏氏集团 设为正式会员 而且就连之前 跟楚兰终止合作的那些人 也开始光旺起来 我们的封杀令 现在是名不副实了 百禄 小姐 愿意下华星财团的负责人 我都要看看 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是 苏小姐 这是投资协议 没什么问题的话 麻烦您签个字 华星财团 注资苏氏集团五百个亿 确定只要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当然 这就是我们家少主的意思 你们家少主认识我吗 这 就不太清楚了 我也是奉命行事 星成 你还犹豫什么 这可是五百亿呀 别犹豫了 未来城的项目 还需要贷款 你赶紧签了吧 人家陆总 还能骗你不成 好的 明天中午 我正式召开记者发布会 宣布 华星财团 与苏氏集团 正式达成合作 希望苏小姐能够出席会议 我准时参加 华星财团 与咱们苏家非心非故 突然失以援手 没道理 管他那么多呢 只要不是坏人就行了 你们说的华星财团少主 是不是曹毅呀 华星财团 可是云城最有实力的财团 据说背后还有海外神秘实力 曹家他再厉害 只是对我们小家族来说 放眼全球根本都不算个什么 不错 曹家现在确实还没有这个事 至于曹毅 他早就被逐出家族了 那更不可能了 这下好了 有了华星财团撑腰 什么徐家业家 统统算个屁呀 妈 赛逢是马 胭脂非腐 您不要乐极生悲啊 呸呸呸呸 闭上你那乌鸦嘴 没想到 咱们苏家有朝一日 也能成为百亿家族了 你爷爷和你父亲 也能含笑九泉了 嗯 曹毅 曹毅 这么着急把我叫来 什么事啊 华星财团的事 是你做的吗 是啊 陆总为什么会听你的 因为我才是 华星财团的幕后老板 他口中所说的少主 是你 不错啊 跟我回家 千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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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零食 千诚 对不起 你们大白天的就 你笑话 走了 混蛋 你怎么不锁门啊 混蛋 我哪是当陪佑和突然回来 要怪怪你 非得拉我回来 哎 哎 哎 好好好好好 怪我怪我啊 都怪我啊 我妈别生气了啊 我那是 怕你受叶家的威胁 失去曹家的庇护 一时激动我才 没有下次 我懂 我知道 舍不得我回到帝都 我都懂 我才没有 以为作家曾经说过 通往女人内心的洁净是 那什么 没想到 你这么快心里就有了我 哎 那 啊 咱们继续 哎 什么乱七八糟的 别碰我 哎 不是 这种事情怎么办托儿肺 没心情了 啊 啊 对了 华星财团的事情 我需要你配合我演出戏 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演员上钩了 不要脸 不要脸 老婆 你闺蜜骂你 我说的是你 你是不是羡慕金城啊 你胡说 哦 你干嘛 嗯 哎呀 你老实点啊 怕什么 他洗澡呢 你还真是个渣男 我哪里渣了 你刚和青城那样 你现在又和我动手动找的 你不是渣男是什么 是啊 你偷看我们啊 活该 你也是什么那人啊 难道就不想男人吗 滚 身为你闺蜜老公 我乐意小牢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可以找我 记住 帮你满意 你们聊什么呢 没什么 嗯 他说 让我晚上找他 他给我排邮解难呢 我无所谓啊 你开心就好 青城 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 蓝姐都不管他 我管他做什么 他跟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你真的希望 让他离你远点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小姐 陆先生来了 陆总 请坐 叶小小客气了 陆总 对于华星财团 我一直很感兴趣 一直想跟您合作 来 我敬您一杯 抱歉 我开车来的 还请叶小姐 多多见谅 是我疏忽了 叶小姐 有话不妨直说 行 既然陆总这么爽快 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对于华星财团 投资苏氏集团这件事 我想知道为什么 很简单 我家少主 看上了苏青城 敢问少主是 少主 行事低调 恕我不便指引 原来是这样 但是据我所知 苏青城是有男朋友的 我家少主看上的女人 还从来没有失手过 我明白了 原本我是想灭掉 苏氏集团 既然华星财团要保苏家 那我就给你们这个面子 那我就先以茶代酒 先谢谢叶小姐了 小姐 真的就这么放过苏家 好 既然有人看上了苏青城 我再对苏家出手 就没有意义 反正目的都一样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曹毅重判清理 那咱们下雨该怎么做 按兵不动 静观好戏 不然的话 我们的合作 恐怕就要慎重考虑一下 卿城 快收下吧 这可是我 我们的尝试 吴梁 来 吴梁 你来 我来 啊 这就是你 我来 你来 我去 曹毅 曹毅 没有人能抵抗得了五百亿的诱惑 曹毅啊曹毅 失去曹家大少爷的身份 就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留不住 真是可悲啊 性中不是这样的人 他这么做 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吧 人知常体 我不怪他 你放心吧 这件事我肯定要找他问清楚 不用 他这么做也是为了苏家 我理解他 就当我和他之间有缘无分吧 哎 你去哪儿 随便走走 你不用跟着我 苏清成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就是楚兰了 走吧 去麒麟烧毁 清成 你什么意思啊 抱歉小玉 让你失望了 所以你当真要跟曹毅分手 我知道你为曹毅感到难过 我会记得他的恩情 给他一笔钱 让他下辈子一时无忧 清成已经顶着叶家的压力 已经救济他了 已经对他够人之意尽了 这一笔钱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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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你的少主去吧 从今往后 我们恩断义绝 从今往后 我们恩断义绝 我们恩断义绝 哼 这种人不惠的事情 想必你也知道了吧 我也没有想到 肃清成竟然是这样的人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那可是五百亿 肃清成的选择也是人之常情 这人哪 永远不要高估自己 你什么意思 假如你是肃清成 你会做何选择 五十不孝百步 你也没什么资格嘲笑肃清成 好了 言归正传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甩掉曹毅 继续当你的会长 要么和曹毅在一起 看着楚家败王 叶小姐 我劝你不要欺人太甚 记住 我只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考虑 你好自为之 你站住 这么快就决定好了 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不应该嘲笑苏清成 我会和曹毅一刀两断 初会长 你不会后悔你的选择的 出来吧 他们已经走了 怎么样 我的演技还不错吧 你要去做演员的话 奥斯哈影后非跟我说 好了 别闹了 那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当然是等着叶家上门羞辱了 一哥 这个是苏总让我交给你的 里面有五百万 你收下吧 还我去 一哥 苏总说的 你这个你务必收下 要不然的话 不然怎么样 不然就帮你赶出工地 你 一哥 其实你没必要这样 你 堂堂的曹家大少爷 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真是可怜啊 这下你满意了 众叛清离的滋味不好受吧 曹义 看在我们有过婚约的份上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乖乖跟我成婚 你不仅可以恢复你曹家大少爷的身份 还能成为我叶家的成龙快婿 两大家族的资源都能任你支配 我就算做乞丐 我也不会娶你的 你 曹义 我已对你仁至义计 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就怨不得旁人 你好自为之 我们走 姑妈 我这便失败了 曹义死活都不肯履行婚约 执行B计划 燕夕 你去趟云城吧 趁你父亲还没有收回成命 尽快地解决掉曹义 妈 你放心 我会让曹义身败命令 再无回归的可能 对了 有消息称 尹龙殿少主已经现身云城 争取跟他结下善缘 必要的时候牺牲一下自己吧 我知道了 少主 曹义西的私人飞机已经起着 预计两个小时之后 到达云城机场 很好 鱼儿终于上钩了 哇 喂 青长 怎么了 哦 我马上到 到底要我撞到什么时候 小玉真的以为我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下午收拾行李走了 她去哪儿了 我以为她找你去了 没有啊 发布会结束之后 我一直没联系她 那么去哪儿了 哎呀你赶紧打电话去问问吧 喂 曹逸 不想培育出事的话 马上给老头过来 你敢动脱我命你全家 徐凤 你就是个禽兽 哈哈哈哈 想不到你身材这么有量 要不是为了能曹逸上钩 我只想现在就办了你住手 曹逸 曹逸 徐凤 你要是个男人就把他放了 给我跪下 不然 我让他脑袋开花 曹逸 你快走 不要管我 先听你的男人了 啊 看好了 跟我死里打 曹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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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很能打吗 现在还不是乖乖巧在我的脚下 我告诉你 我不会那么轻易杀了你 把你给我的屈辱 千倍万倍的还给你 曹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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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没事了啊 来 来 曹逸 我刚搬走 你怎么又把我送回来了 伏 我跟他已经绝交了 我就算露宿街头 我也不回他家住的 走 开房去 这 这 这 只剩下这最后一间了 凑合住吧 那 行 凑合住 这床真软 真舒服 来 过来 过来 试试 滚 扫兴 你快起来 他这么把你甩了 你不难过呀 这不还有你吗 你把我当备胎呀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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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 他走了 正好成员咱们俩 这样觉得他心里 也不有那么大负担了 我总觉得你有事瞒我 没有啊 你就是有事瞒着我 真 真没有 不说是吧 我走了 哎 哎 那我说你不许生气啊 什么 你们演戏给叶浅柔看 不是 你说了不生气的 那华星财团的香料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是少主 你真是少主 现在知道我的本事了吧 今晚刚好我们两个人可以好好相处一下 把我凑好了 到时候 到时候封你个习公娘娘 呸 你们这样瞒着我把我当外人还想让我伺候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去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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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只有你新轮叶钱我才能信啊 你看他现在真的上当了真当我众判亲离呢 哎 哼 你哎哎 功不可没啊 我感觉你们就像骗傻子一样骗我 好了 不气了 今天你也受到了惊吓 好好休息一下 洗个澡去吧啊 你干什么去啊 我回家啊 你已经累了早点休息吧 你认真的 不然呢 那你走吧 这么舍不得我 你想多了 我动你的一块去洗个澡帮我擦擦呗 不行 那 我帮你擦擦呗 不要 羊肉无口 他可犹不得你了 别等了 曹姨刚才发微信过来了 说培育已经救下了 没准人家两个呀 现在已经去过二人世界了 怎么了 心里不是滋味了 多少有点 之前 没有跟别的女人分享过自己的老公 想开点吧 她不是一般的男人 况且 她找再多的女人 也不会有人说她什么 你还不知道她真正的本事 要是只凭你一个人的话 根本就招架不住哦 蓝姐 你试过 怎么样 你要是想知道的话 找她试试不就行了 小姐 曹小姐接回来了 表姐 让你连夜赶来真是辛苦了 我们之间爱客气什么 对了 听说 最近野龙殿少主现身云城了 那只是她命令陆文远 去送一条项链给苏卿城 怎么 你想见她了 妈让我不惜一切代价 要跟少主搞好关系 少主神龙见首不见尾 想见她一面不容易 不过她最近和苏家走得很紧 可能是看上苏卿城了 你可以从苏家入手 我懂了 原本的我是想和曹毅成亲的 将她慢慢地变成我们的傀儡 但是现在看来 连阴之路是行不通了 只能让她彻底回不了曹家了 放心 我有办法让曹毅身败你 只不过 可能要委屈一下你 曹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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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去哪儿了 我去卖早饭了 马上就回去 好 哥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劝你回家呀 爸爸说了 只要你履行婚约 你还是曹家少爷 我已经决定了 回去吧 哥 走 去苏氏集团 苏总 梦寐打扰了 实在抱歉 曹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想必 这就是少主送您的海洋之心吧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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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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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少主 我可能了解的还不如曹小姐您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人是谁 要说引荐实在抱歉 原来是这样 那就不打扰苏总了 再见 好 我知道了 怎么了 没什么 一会儿啊 我发现那个地址 那是我在云城的别墅 拿着你的行李 以后咱们就住那儿了 就咱们俩 这个 我可提前告诉你 我跟云城做姐妹完全OK 顶多再加一个楚兰 要是再有别人 你就别想再碰我了 这个你放心 最多就你们三个 多了我也应付不过来 那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被我逮他 这就是你的下场 上帝一千 自损八百啊 你为了惩罚我 连自己的幸福都不要了 没错 通知陆文远 说我三天后抵达云城 让他准备一场接风宴 是 徐峰已死 徐立国有什么反应 没什么反应 没什么反应才最异常 徐立国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我不相信他会咽下这口气 我会盯着他的 听说华兴财团陆总 要给隐龙殿少主举办接风宴 但隐龙殿是什么组织啊 隐龙殿隶属大厦 专门对付西方黑暗势力 我们能安享太平盛世 多亏了他们在背后默默护腰 隐龙殿的每个人 都是我们大厦的无名英雄 原来陆总说的少主是隐龙殿的呀 这样对我们苏家来说 真是颇甜的富贵呀 这跟咱们苏家有什么关系 哎呀 傻儿子 你不知道少主送京城的海洋之心 价值三千万呢 你当人家是有钱没地儿花了吗 那肯定是看上清城了 要不凭什么送给他呀 又凭什么拿五百亿 来投资咱们苏家呀 你是说少主此番来原成 是为了清城 那当然了 华兴财团 可是能够跟曹业这样的家族抗衡 够厉害的吧 但陆总还要称人家为少主 等清城做了野龙殿的夫人 哎呀 想想都激动得很呢 我总觉得对不起曹业 清城这样做 实在是不地道 那个丧家之犬 怎么能跟少主比 清城甩他 真是明智之举呀 三日后的宴会 你听说了吗 当然 少主难得公开露面 我一定把握这次计划 关于曹业的计划 要不要推迟 不用 我今晚就解决了 哥 小姐决定回帝都了 我想跟你坐下来 再好好谈谈 她一旦回去 联姻之事就彻底慌了 好 把地址发来 少主 小心有差 那这还不行 哥 你来了 有什么事你赶紧说 哥 真不是我说你 你堂堂一个曹家大少爷 跑到宫地里去 跟一群农民工待在一起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乐意 你 严夕 你就别跟他废话 对 如果你叫我来 只是为了说这些话 那我先回去了 哥 你别着急 这卡里有三百万 是我自己偷偷存的 爸妈都不知道 你先拿着用 至少可以让你一事无忧 不用 你 怎么回事 西域曼妥香 无色无味 防补胜方 曹毅啊曹毅 你终究还是上当 你要怎样 我要让你 身败 名利 表姐 你放心 关键时刻 我会来救你 嗯 啊 哎呃 啊 啊 你啊 啊 啊 起开 曹姨起开 埋伏 曹小姐是不是该进去了 再等等 救命啊 救命啊 不要紧 委屈你 你干什么 你干 你真信了 你装的 在我面前玩迷药 不自量力 那你为什么刚刚要演戏 我如果不演戏的话 曹燕熙怎么会上当呢 你喉咙都喊破了 救你的人呢 他 他故意的 他居然敢骗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接下来就会有人进来拍摄 记录我强暴你的证据 从而引发曹燕两家的怒忽 让我万劫不复 没有 他说他刚刚在房间里安了摄像头 只会拒绝你强迫我的那一段 不会惊动外面的人 你信了 你什么意思 不把你拉下水 又如何能把我彻底裁死呢 你不会真以为仅凭一个视频 就能证明我玷污了你吧 你是说 他想把我们的丑闻公布于众 终于错面了 赶紧出去看上去吧 白露 寻过去而已 死不了 曹燕熙 你这个贱人 你要去哪儿 你管我去哪儿 我跟你说个秘密吧 曹燕熙根本就不是你爸的女儿 她是杨宛如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 你爸一直被蒙在鼓里 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做DNA检测 他们母女俩怕事情败露 所以一直想把你赶出曹家 更是想趁着你爸回心转意前 彻底灭掉你回曹家的路 小薯 书下这就把他们抓回来 不用 先搞清楚她到底是不是曹家血脉 是 小姐 是我一时大意 被曹燕熙偷袭 请您责罚 起来吧 不是你的错 是我太相信她了 亏我还把她当成姐妹 真是可笑 我去把她抓回来 算了 让曹义去收拾她吧 我们坐山观虎斗 真是便宜她了 妈 我失败了 不出意外的话 表姐应该已经记恨上我了 不用担心 眼龙殿少主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我收到信息 她已抵达云城 就下她在云顶天宫 你抓紧时间去找她 最好能够成为她的女人 到那时 叶家也好 曹家也罢 我们统统不用放在眼里 没错 我们还有希望 妈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将少主拉下 你回来了 怎么不会屋里睡啊 我在等你啊 好了 回来了 咱们回屋里睡吧 你到底什么时候 把青城他们接过来啊 我一个人在这儿好无聊 好了 明天 等宴会结束啊 就让他们搬起来 嗯 少爷 曹云西在门外见你 他来干嘛 他迎您一酒 怕是有自见诊息的意思 让他明天在宴会厅找我 是 你直接自己自报身份不就好了 非得开什么宴会 怪麻烦的 我开宴会又不是为了他 那你是为了谁啊 当然是为了你啊 我啊 准确地说是为了你们 我就知道 好了 放心吧 明天给你们一个大惊喜 什么惊喜 暂时保密 护法大人 少主决定见我了吗 少主让你明天去宴会厅场的 这 怎么 你不愿意 愿意愿意 我明天一定准时参加 失陪一下 小月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你是郑公娘娘 你跟我道什么歉啊 你要怪也要怪曹毅去 对了 他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 他说要给我们准备惊喜 所以就让我一个人来了 什么惊喜 那我怎么知道 少主 检测结果出来了 曹燕熙的确不是曹家血脉 好 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吧 另外 安排人确保他的安全 我担心杨婉如会狗急跳墙 是 求婚戒指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曹燕熙 表姐 你怎么在这儿 你这个贱人 我这么信你 你却骗我 居然敢利用我来算计曹毅 你就不怕我们叶家报复你吗 我们曹家难道怕你们叶家 你们曹家 真当别人不知道你们母女俩那点事吗 你什么意思 你说 曹家主要是知道你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会怎么处置你们母女 你派胡言 是不是胡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反正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曹燕 你们母女俩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活该 这是你应有的报应 妈 我的身世暴露了 我的身世暴露了 怎么回事 叶浅柔告的密 终于还是到了这一天 我这边也做好了准备 咱们母女俩双管几下 曹毅 今天是少主向我们家清城求婚的日子 你来干什么 还不赶快滚 再不滚 我叫保安把你赶出去 您怎么知道少主要求婚啊 你没看见我家清城脖子上戴的海洋之心呢 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况且陆总已经透露了 说少主啊 为我们清城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这不是求婚 是什么 那我就提前恭喜苏家了 我警告你 少主已经来了 只是没有公开身份 你最好离我们家清城远一点 要是少主误会了 我绝不会饶过你 行 我离你们远点 希望到时候你别后悔 楚会长 他都不是曹家大少爷了 你还跟着他干什么 妈 别人的训少果 我这不是好意吗 少说两句吧 曹芸汐也来了 你小心点 来了就好 就怕他不爱 得罪了我和叶浅柔 竟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不错 勇气可嘉呀 这里可是眼龙殿少主的接风宴 怎么 你还想扰乱宴会啊 原来如此啊 你想找眼龙殿跟你撑腰是吧 请注意你的措辞 我来这儿只是为了和少主谈合作 你说我要把全部家产都拿来当嫁妆 请少主把我收入后宫 你们两个纵使恨我恨得牙痒痒 可又能怎样呢 就你这种货色 还配做少主的女人 别做梦了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被人聚婚都死活不要啊 你再胡说我就撕了你的嘴 你试试 就凭这个小侠白家 我当时只是一时不查 让你偷袭了 有种咱们出去单挑啊 哎 他们怎么那里哄起来了 不知道 可能是跟曹毅有关吧 感谢大家赏脸敷宴 这场宴会 不仅仅是给少主接风洗尘 同时 还是少主的订婚宴 今天 少主要将在这里 与三位美女当众求婚 这不是向清城求婚吗 怎么变成三个人了 接下来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少主登台 曹毅 曹毅你干什么 少主呀 陆总邀请少主上台 你凑什么热闹 赶快坐下来 得罪了少主 连累了我们 看我怎么收拾你 有没有可能 我就是少主 你是少主 曹毅 你怎么可能是尹龙殿少主 少主 是少主 这不可能 原来他就是尹龙殿的少主 难怪看不上我 本来今天这场宴会 就是为了他们三个人准备 我曾经承诺过 一定会迎娶他们 今天 我就要兑现这个承诺 绕迷热烈的掌声 欢迎苏小姐 楚小姐 裴小姐上场 咱们严谨一盖 你们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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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小姐 想去哪儿 你不是要做少主的女人吗 如今少主就在台上 你怎么怂了 怎么像颁奖典礼似的 这还像颁奖典礼吗 你们从头到尾都在耍我 没错 你可以陷害我 我为什么不能耍你 哥 都是妈让我这么做的 我可从来没想害过你啊 我可当不起你哥 我可当不起你哥 妈 曹一就是少主 你赶快来救我呀 你让他接电话 我妈要跟你说话 如果跟你女儿求情的话 就算了 曹一 我真没想到 你会是影界少主 难怪你父亲 在你五岁那年 将你冲出国 这次我们母女认栽 你放了我女儿 我就留你爸一命 你可以拿我去换你爸 把他给我押走 是 曹一 曹一 妹 Dios 主要是在海外 帝都还是我们曹家 和夜家说了算 曹伯伯罗那 我叶家可以出一份で 哎呀 少主啊 对不起啊 我之前有眼无珠 之前得罪了你 对不起了 我自罚 清承啊 你知道少主的身份 也不早告诉妈妈 还让我当中出这个仇 我就想让你吸取教训 不要以貌取人 小心在这方面吃大亏 妈知道了 好了 不要扮着个脸了 毕竟也是你岳母 给个面子呢 少主啊 妈妈知道错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改 看在清承的面子上 以前的事不用再提了 谢谢少主开恩 谢谢少主开恩 谢谢少主开恩呢 少主 草家护卫全部归乡杨婉容 我们的人手不够 无法从正面突破 那就交换人质吧 杨婉如定在帝都机场交换 她是已经做好了出道的准备 有你在 她逃得了吗 您是要 燕西 草义 是爸爸对不起你啊 现在意识到错误还不晚 没事吧 我没事 少废话 赶紧放了燕西 你同时放人 嗯 你先走 好 妈快给我解开 赶紧走 走哪去啊 草医 你骗我 我们引龙殿的易容术如何呀 你把燕西藏哪儿去了啊 啊 放心 很快会让你们母女团聚的 押走 是 解决完她母女 接下来 就该给清城他们准备一场世纪婚礼了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母女 刘放海外 没想到我曹枕生 精明一世 却被一个女人耍得团团转 今后我真没脸做这个家主了 我按时把位置让给你吧 嗯 嗯 没空 我听说你最近娶了三个老婆 你要真没空的话 就让他们帮你打理咱们家族的生意 他们要陪我 好忙的 当初我把你送出国的时候 败入引龙殿店主之下 不是让你在这里整日跟女人鬼混的 你倒是没鬼混 结果呢 你 少叔 大事不好了 徐立国趁不在云城 结识了少夫人 他找死 我们虚假败亡 勿而身死 这一切都被那个曹义所赐 今天我就是死了 我也跟着同归一击 清城 曹义 你快走 徐立国 你的目标是我 我送了他 你想救他就穿一身的马甲 好 曹义 别犯傻 放心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好你个曹义 算你是个人物 既然这样 我今天就成全你 你 不要乱动啊 这个炸弹 装有感应器 只要你一动 就会立即爆炸 你就享受这最后的五分钟吧 曹义 你怎么这么傻 对了 苏清城身上 这个是假的 你身上的才是真的 隐龙殿少庄主又如何 你今天竟然被我玩得团团转 清城 你我之间没有什么哀怨 你走吧 我怎么帮你 你快走 走得越远越好 我不走 我要跟你在一块 那我救你还有什么意义 你死了我也活不下去 那你们就一起下地狱吧 少夫人 你先走 我自有办法就少庄 不 我要看着你差 相信我 放心 这种小孩难不倒心乱的 好 走 没事了 以后不能这么吓我了 少主 对不起 属下也是大意 让徐力国钻了空子 应该受他惩罚 是你救了我们 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是啊 回去给你祭一大功 属下赶快 清城 你可担心死我了 好了 我这不没事吗 没事就好 你以后加强护卫吧 以后这种事再不能发生了 唉 是是是 这次是我疏忽了 下次不会了 放心吧 这次也怨我 你们就别怪他了 曹毅 帝都那边的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都差不多了 不过我爸把家主这位传给了我 我没时间管理啊 要不你们仨毛随自建一下 给我做个写内出呗 你别看我 我不行 我还有苏氏集团 忙不过来 你别看我啊 我还有麒麟商会呢 这怎么办啊 难不成 非得让我再找一个啊 什么 我开玩笑的 你们不愿意当那就不当吧 那让他继续当 不过老婆们 咱们是不是该商量一下婚礼的事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哎哎等一下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啊 你们仨 今晚谁是起啊 睡沙发 我也想出去啊 那我们要不要 做了一个丁寓吗 很好 看着这个丁寓吗 小时候